就是這樣說,心裏覺得不太對勞,要沽下去 但有些人又好像想買,旗子又夾上去,又沒理由不買 沒理由跟市場爭取,昨天二百多點 所以一邊又沽空,一邊又夾旗子上去 所以我又不覺得是角力,我覺得可能是同一班人做同一件事 就是兩手準備 都是,你看我們的VSHI,你看美國的VIX,其實全部都是做重對沖的 這幾天,你都不覺得美國那邊的VIX都上回15 所以很多人都說,不過看看你接下來順便派 因為昨天開始了一個極大的分歧,其實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今天我們談完之後,都是要自己臨心一策 我其實真的更難猜 有些人就說,可能是中資之前早了沽火 其實現在就進回牆 因為內地的色錄好像好了 但與此同時,那群鬼子都其實不太相信中國夜店 其實是想沽你,真是一個中外對壘 有些人就說,其實昨天是因為Tom Dima出了一個報告 有很多人這麼說 昨天就全中國家香港十三億七百萬人都在說Dima哥 Dima哥說,其實我也是聖份報告 對上一次唱談,說要跌8%的時候 內地的傳媒其實沒有那麼鋪天蓋地的報道 昨天就真的看到有青帝也相當關 喂,固子關 近期十個穿了八個是唱談中資 難得有一個出來call buy 還要說已經是解安全水平 給大家一些氣氛 給你,你也call他 對呀 即是沉悶而已 A股又沉悶,香港又沉悶 突然之間有些閃耀之聲走出來 大家就看不住它 如果你看回這個走勢圖 就是Tom Dima對中資股 過去大半年的往跡 叫賣真的升,叫菇真的跌 昨天叫賣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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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昨天我下午不在 Debbie下午也問過很多人 那個技術走勢怎樣看,不明白 還有現在和1949的建國底 那個Fundamental其實是沒有改善過的 這個其實是令到外面 雖然昨天是升 可能是因為內地A股升 是觸發一個被動式買盤 但是他們覺得就是 你說1949和現在的二二水平 你也可以說低也是低的 但是基本面那些 那個經濟反彈的條件 可能沒有對上幾個月那麼正 你說政治面就拌開了少少的不明朗 都坐穩了 但是經濟上 就反而越來越多利潭的聲音開始唱出來 是沒有改善過,但是有改變到 建國底就是十八大之前 現在反彈底就是十八大之後 所以都要看一看國內的投資者 怎麼看十八大之後的 就是兩會之後的改變 你說國內是不是沒有憧憬 是有憧憬的 對於未來經濟 是有憧憬的 但是這個憧憬實不實現到 大家都只是五十五十而已 我都說了,A股現在的股民是極度悶的 悶到哭在那裡 個個你眼望眼的 所以有些事情走出來的話 我不是,我這樣看 有些基本因素 其實兩會之後可能會這樣 眼光就看了 有個預言帝出來說話 全十三億人就看著 其實就是他相信Tom DeMar 不相信銀河 他是不是相信Tom DeMar 信鬼子佬 國內的人是不是這麼相信Tom DeMar 你問國內十個人 也有九個人會回答你 就是技術派 全中國有一億個炒股票的人 有九千萬個都是叫技術派的 但可能他真的 他未去過中國 但他真的可能是中國人 因為他實際有幾次太準 連美國佬、外資基金都是跟著他 因為你為什麼這樣說呢 過去這麼多天的 在美中資股指數是持續跌 最少是跌0.6至1.5% 昨晚反彈得多厲害 昨天是抽 無論是美國的中資ETF 和在美中資股市場是抽2% 2% 那個升幅是11月以來最大的 2% 現在每個都跟著他 這些做王者 他變了昨天的King Bigger 如果他帶動到外資 現在被你說哄也好 哄到入局的話 其實對上一水 我們譬如 內地股市 你說去年年底 都叫一直升 升到今年的年頭1、2月 那個趨勢 其實都是很多說 外國的鬼子佬帶動 你都見到中資的ETF 是帶著整個氣氛的 我們又不排除 其實鬼佬受哄的話 我們這些股民要跟 你當然這期 每個人都跟 那沒辦法 你都要跟 你信不信都好 跟 都沒有什麼新的實在的消息 這期的總括來說 散戶投資者要搏反彈 亦都無可口非 跟這個預言帝去做事 亦都是理所當然 那你建不建議 建議 建議 短炒 短炒 即是要做兩手準備 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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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食的你就走 你不要想著 Dee Ma 叫買 一直買 買到不停 又不死 不肯走 這樣就不行 外面說話 其實Tom Dee Ma 跟趙剛好朋友 哦 這樣嗎 幫助要了 昨天宣佈了 郭樹清的位置之後 幫助過慶 郭樹清真是 昨天慶祝他坐在尹山東省 副書記 副書記 哎 書記都沒有 然後另一個技術大師 Ray Barros 就跟郭樹清廢 所以就出另一個技術走勢的警示 就說要跌 你現在技術派對技術派對女 一個就說要入 就維持在1949 那個底部升48% 就是現在還有20%左右 現在還有20%左右 另一個就說還可以 還可以 最少要跌多15% 這個我們昨天也有同事提過 大行有大行的對女 兩家看好、兩家看大 看好的激化很多 是啊 但是萬點 那個… 那算了 那算是別人說出來就是了 我覺得是 中資 看中資的一班,看重中金的意見 因為中金是幾次中的 星期一已經說,是抵抗了 應該要買,他們樂觀了 中金加湯蒂文,就完成了 其實這些言論,你要留意 其實看好看淡,在國內 每天都有百多二百個分析 大家都是二分一,賭大勢 你想聽看好的,你就找個神出來看 看著,阿神看好 不過問題是大家要想一想 阿神看好中資股 中資股他看重,百發百中 在中國以外,其實近期很一般 他一個鬼子老大,看美股就看錯了 又我們抄襲,又抄襲 背背都應該談過一下 他看美股其實就不准的 他年初已經說見頂了 去年年底已經是了 2012年10月22日,接受CNBC訪問 美股要有一個比較長的調整 然後到三天後,接受Bunberg訪問 跌15至17% 股票是Stand and Poo 結果全部都是升 今年一月頭,蘋果見底 他說沽空溝美股市 我想他這裏很慘烈 總之A股這麼多年以來 我都看到化了 尤其是造神論的A股行程 一定會有些位置,市場悶到飛起 就有一兩個股神、股聖走出來 那些就會被市場吹捧 大概一個半禮拜至兩個禮拜左右 然後就被人圍著來吹 通常都是這樣 以前是古神聖 非常好